各位环球的常有,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代卫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气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就是玩圆青花的 你要了解中国绘画史 元代呢,是蒙古人推翻了这个宋代 南宋的这个统治 然后呢,占领了中原 那么尽管这个蒙古人呢 是后来由这个巴斯巴国师呢 创立了巴斯巴文 但是呢,这个巴斯巴文呢 只是在官方的文书当中使用 那么在民间并没有得到推广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跟汉文化 汉文字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么蒙古人呢 统治了中原只有99年 所以呢,它的这个巴斯巴文 并没有得到什么推广 另外呢,就是南宋的一些画家 对整个元代的绘画 甚至就是说元代的瓷器的绘画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呢,这个马远等人 马远呢,是南宋的号称这个四大家之一 他的这个绘画的成就呢 对元代的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山水画的画风呢 是非常独特而文明的 他的山水画呢 以这个一角式构图著称 也就号称马一角 这种构图方法呢 在元代以及明清时期 被许多的画家所继承和发展 对后世中国山水画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外呢 他的村法技巧 尤其是他的这个披麻村呢 和解锁村 对元代的这个绘画 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些村法呢 被后来的画家学习和改进 成为中国山水画当中的最重要的技法 那我们看 无论是从鬼谷子下山 还是从这个 于是公单边救主 还有从萧和月下追寒信 这些器物当中 我们看他的山水的画法 都是有受到了这个马远的这些 山水画这个村法当中的影响 另外呢 我们还要看 这个在一些这个绘画当中 比方说鬼谷子下山 有骑马的 这个玉之公单边救主 也有骑马的 这个萧和月下追寒信 也有骑马的 那么这个马的画法 又受到了元代的赵孟府的影响 赵孟府画的这个马呢 在元代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对比着看 无论是看 马远的这些这个山水画的村法 以及赵孟府的这些马的这个画法 你都能够看出 当时在元清花的绘画上 这些画师的功力 是非常深厚的 同时也受到了马远呢 这个赵孟府啊 等人的影响 那么同时啊 对这个元清花的这个绘画当中 有影响的呢 还有这个谁呢 有钱选 钱选呢 是宋默原初的画家 他特别擅长画花鸟画和人物画 他的画风呢 特别细腻 色彩丰富 对元代瓷器的装饰艺术呢 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在一些花鸟上 影响比较大 比方说他画的那些牡丹 对元清花里面画的牡丹 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呢 这个元清花里面很多用蝉枝的这种画法呢 是受西亚的文化的影响 但是在画牡丹的这个绘画上面 受到钱选的影响特别深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画师对这个元代的瓷器上的装饰艺术 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另外呢 受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画师呢 影响呢 包括这些画师呢 包括这个赵孟甫的老婆 他叫管道生 另外呢 高克公呢 他的画法 他擅长画这个山水画和墨竹 还有呢 就是尼赞 都会对这些这个后世 与此同时呢 跟他们几乎是同事的这个 景德镇的这些制词的这些画师啊 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 也因此呢 这些景德镇的画师呢 在他们的画风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这些名家的这些身影 那么现在的有一些做房品的啊 除了有一些是陶大的美术专业毕业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其他的啊 这个美术院校毕业的啊 他有这个深厚的功底之外 有一些呢 这个画师呢 只能说是照猫画虎啊 画出来的东西呢 简直是叫做惨不忍睹 完全没有一个艺术性在里面 因此呢 我们就说啊 这个你要想了解 要想玩的好原青花 要了解这个中国的绘画史 了解这些画师呢 都有哪些画师对元代的瓷器的绘画 产生了影响 那么还要了解这些画师 他们的风格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从元代的这些画人物 画花鸟的这些瓷器上 可以找到这些画师的痕迹 这个呢 是一种传承啊 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啊 有很多东西就更加的明显啊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画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呢 多多的点赞 以及呢 在我的这个评论区里面留言 发表您的看法 也请大家呢 多多的这个转发我的视频 来推广我的视频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